非官方预估数据显示 本地上个月成功转售的百万元组屋单位数量再攀新高 6月份的组屋转售价环比上涨1.8% 但是交易量持续放缓 新加坡房地产联合交易网SRX和房地产网站99.co 公布的预估数据显示 6月份共有96个组屋单位以至少100万元转售 比5月份多出22个单位 其中加冷黄浦一带共有18个百万元组屋转售 牙龙和红山则是各有11个 位于文中路一个五房市组屋单位的售价最高 达到158万8千元 上个月的组屋转售价环比上涨1.8% 成熟和非成熟组屋的转售价分别环比上升2.6%和1.3% 按组屋的类型来看 三房四房五房和公寓市组单位的转售价增幅是介于1.1%和1.8%之间 跟去年统计相比 上个月的整体组转售价则是上涨了7.3% 交易量方面上个月有2184个单位转售 按月减少13.1% 年比则是增加了17.5%